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Walk Me Podcast的第六期影片了 短短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也想在这里跟观众说一下谢谢 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以及喜欢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项目 其实也是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一个项目 就很多观众希望我们去做这个项目 叫做Azuki 那我们前面也解说过 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快的去讲Azuki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先讲完我们所拥有的一些项目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为什么把Azuki这个项目提起来呢 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两三天之前买了自己的一个Azuki 我们来一起买的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粉丝的一个需求 但主要是我们也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然后yeah,但在开始之前 一样的那句话就是这不是投资建议 然后也请大家不要去跟风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看到我们买了Azuki 就跟着去买Azuki 因为我们自己投资也是有 有过很多失败的经历的 对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理智的去思考 然后再去消费 对的 对 所以Azuki大家也知道是一个非常high 然后非常年轻的一个NFT项目 它也是在今年的1月12号 就是以Dash Unction的这么一个形式去公开发售的 然后他们的定价当时也是在一个以太 然后每20分钟会递减0.05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发售的5分钟之内就买完了 一共是1万个Azuki 然后8700个是给Dash Unction 然后剩下的那几个 剩下的2000多个 1000多个 就是给Wireless和Public Sale 然后你Wireless Wireless和Public Sale的价格也是在 就是你搭商 搭商是最后的价钱 定价 在减半 对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它没有递减 所以就是一个以太的一半就是0.05 0.05以太 对 然后Wireless之后 Mint完的才是Public Sale 但是大家都知道 应该Wireless就 对 Wireless就买完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官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Gallery 就是它整个这个Collection的一个展示厅 相当于其实跟OpenSea一样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比较 因为它的Design比较舒服 看着 我们拿这个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它是整个Collection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它们一共是分成很多项目 其实像是不同衣服 不同的头饰 然后不同的首饰 它们主要是分4个种族 对 人种 然后人种 然后它大部分9000多个都是这种human的形式 就是人类的形式 900018个 然后后面就是blue 就是它蓝色皮肤的人是400多个 然后是红色皮肤的人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看 然后最牛的就是这个Spirit 就是这个魂魄的形式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Avatar的这个设计感非常的细致 是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 比如说它这个Avatar 它这个魂魄的就是可以看到它 后面的那个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们非常的 这个designer非常的厉害 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提到它现在的团队了 对 它的团队呢 其实它一开始团队是由4个人组成的 然后它们叫做一个C开头的一个公司 其实我大会念 所以我就不念了 但是呢 这个团队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被挖出来的 对就是它们是anonymous的 就是没有人知道是谁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世纪在没有去马尔组织 然后但是它后面站出了一个人 他们现在是一个 如果我们去到他们官网上面叫做Garden 然后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他们community可以聚会的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他们的团队 他们现在团队是8个人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叫做Steamboy 他是他们的artist 这个人就必须得提一下 因为这个人呢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这个项目抱有非常大期待 他之前是在暴雪对吧 对大家都应该知道守望先锋 守望先锋这个游戏 对他是里面的一个设计师 对 对 所以他来到他也公开声明了 就是在一个采访里面公开声明的说 就是他愿意公布他这个身份 也是为了让大家去更加的信任这个团队 然后也知道就是他是来这里就是为了为了这个团队 然后为了去给大家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项目 对 然后他不是为了拿钱就跑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NFT这个里面很多人拿的钱就跑 对 对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去出这个project 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出了 就其实在2012年出了很多NFT的项目 然后24元的项目也很多 对像什么Asuna Killer Girlfriend 虽然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就是太多的 太多相似的项目了 对的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警惕一点 只是对的 但现在既然知道Azuki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我们就比较更放心的去会去投资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两个人一块说想去买一个 拥有Azuki这个project 然后去看一下他今后的一些发展 对的 所以他这个网站的大概他这网站做得也非常好 然后这里有updates跟manifesto 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主要讲的是他的mindmap mindmap是什么呢 在他们这个里面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rollmap的意思 对 就是他以后会做的事情 至于第一个Visions and Values跟Community 这两个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 就说他们的community很重要 然后一下都会做dope shit 对 就是一定会做一些非常好的事情 对 那我们比较想关注的就是他这个第三个metaverse metaverse他这个很多其实都是在正在exploring 然后我们也就很快的带过 他主要第一个notebook他正在创作 但这个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也才刚入口个两三天 没有特别太深入 对他也才出一个多月 对 Azuki 3D是我们比较希望去看到的 就是他以后会在元宇宙里面做出什么 一个3D的Avacore 就全身的 然后你可以去操作它 冰空ax一样 对 然后他们这里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名字 像Sandbox 然后Decentraland CryptoVoxel 这几个都是非常大的 就是元宇宙的 低产公司 对 就是项目 对 然后也很期待看他们会去跟哪一个项目合作 或者是会往哪一个项目的里面的元宇宙去发展 对 对 然后游戏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毕竟他们里面也有守望先锋的设计师 然后大家也看到他的 我们其实非常期待他的游戏 对 他的PFP也是长得非常的好看 对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他这个游戏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Digital drip Digital drip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之后我们不是会有Avatar 就是他之后能穿的一些衣服 他能穿的一些鞋子 就跟我们之前前面提到的几个project一样 像Clonex跟10ktf都是有这些Digital drip的 所以对 也是非常期待他以后往这个元宇宙的发展 那元宇宙发展完之后 他要发展的是什么 就是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 他现在已经是有品牌 有在跟某个品牌合作 对他没有出衣服 对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Redacted 他所以就是并没有公布说他们跟哪一个品牌 去做这个时尚潮流的衣服 其实这点我们也非常期待 对 因为Adidas和BOIC 然后Artifact现在和Nike 对 我们也很期待 Zuki是会跟哪一个潮流的品牌去合作的 对 然后In Real Life Event 这大家也看过很多其他的项目也都是有的 就是在去跟大家线下的一个互动 对 一个Gater像是一个 对 那Collectibles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对于这种二次元Anime的这种项目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有手办 像大家也都知道你去看什么动漫 我们都很喜欢收藏手办 都非常喜欢去收藏这些手办这些东西 所以也很期待他们会做什么 然后还有这里一个叫Skateboard 就是滑板 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也就是滑板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以后滑板能做出什么样子 对 他们主要主题就是在互联网里面的滑板 对 就是滑来滑去 就是在这个 穿梭在这个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跟其他项目比较不一样 就是Recker Label 他想要做关于音乐方面的东西 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有很多非常大的音乐厂商 然后他们会去签一些音乐制作人 或者是歌手什么的 但是现在毕竟在NFT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去中进化的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可以不需要这些音乐的厂商去碰 所以Azuki现在也想要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去多支持一些 自我发展的一些艺术家 然后看他们能够为这个音乐的industry里面去做出什么贡献 对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主页的下方就会有这个playlist 是有一个playlist 但我就不放 因为我放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我们只能把电脑禁音 对的 好 那这个Bridge Between 其实跟前面这两个讲的东西都有关系 他基本上就是把一个互联网上或者是metaverse里面 虚拟格到现实里面 然后跟现实世界做一个连结 就我的概念就是说你有一个手办 然后你有一个NFT 或者就是中间是有一个关联的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去公布 因为 对什么都还没有 然后最后一个他叫做seedlings 他基本上概念就是种子 你种一个种子 然后他以后会慢慢去萌芽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有这个想法 然后会去慢慢的后面去发展 那里面有什么呢 其中一个就是partnership 就是看他会跟哪一些品牌 就是web 不管是web2 或者是web3 都有可能去合作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项目 对的 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bin 然后一个钱的标示 就是他erc20的token 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其他project都一样 就像我们的10ktf是有ntd 然后像boardapps以后要出的a 然后跟上一期讲的gattercat要出的gain 对 他都是一个他们的货币 他们的代币 然后以后会去 能够在他们的元宇宙里面的世界 或者是在他们的交易场所里面 去使用的 甚至是可以去兑换以太币 或者是兑换其他钱币的 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dall Dall我们也在很多前面的 都有 对 project里面都是其他项目里面都是有见到的 一个dall 就是让你的购买者更有参与感 然后去决定一下你这些项目的走向 对 然后去 对 然后他最后一个 不能说了 其实就是 对 connect your mind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 给你的意见 对 给你的意见 然后他们应该是里面会有人定期的去查看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去对这个项目进行更多的修改 让整个群体更有一些融入的感觉 对 更connect with each other 然后毕竟他也只出了一个多月了 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他其实没有 真的没有什么 对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updates可以讲 但是他有一个updates 我觉得最新的updates可以讲一下 就是这个BOBO101 那BOBO101是什么 基本上这个NFT 它是一个在这个元宇宙 在他们这个Azuki里面 这个元宇宙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大家也知道Azuki是一个二次元的项目 所以他以后也是会做一些动画动漫 或者是做漫画之类的 它是有一个故事剧情的 对 所以这就是故事剧情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就是会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fractions fractions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分割的意思 对 他会把这个人物分割成非常多的小份 然后去给给予这些Azuki的holders 对 NFT的持有者 然后你拥有这些NFT 你拥有这些就是那小份 就也不能说股份 但是就是一个部分 然后你就不能换一圈 能有什么呢 对 就是你可以去决定这个角色 以后的走向 就是他在故事里面会做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这个跟其他的fractionalization 可能不大一样 很多人知道的一个fractionalization 就是你可以拥有这个NFT的百分之几 就像有一些crypto ponds 跟有一些board names 都是被很多人去分割的 就是我有这个board names的20% 或者是2% 3% 对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你只是拥有它的话语权 这个NFT本身还是Azuki自己的 所以你只是拥有它话语权的百分之几 对 然后去决定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 对 好的 我们大概也都讲完Azuki的一些基本讯息了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Azuki 其实网上有非常多的讯息可以去寻找 然后我们也是前几天看到了就是复笔市这个媒体公司 或者是对他们也做的一个报道 然后我们画面就转到这儿了 他基本上就是讲就解释一下Azuki是怎么突然变成一个best selling的一个NFT的项目 然后他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一些跟那个创始人的一些采访 或者是创始人所说的一些 去基于对是事情对然后他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创始人 他说的是这就是那个守望先锋的那个设计师 他自己说的 The dream for Azuki to have such big IP that there's an animated series maybe even games and all kinds of merch 这其实就跟他网站上面说的一样 就是他们也很希望Azuki可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IP 然后以后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brand 其实和波浪们一样的 然后可以然后去做出一个自己的动画呀 然后甚至是游戏或者是更多其他的就是衣服啊什么东西的 对然后这有一个表格啊 就是说 至2月11号以前就是那个月内呢 他所有的交易量 然后大家也看到Azuki的交易量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一个月内非常非常庞大都比在那个月内呢 比Board Apes 比Clone Apps 比Mutants跟Punks都还要高 所以也可以就是知道大家有多么的去怎么说 就是喜欢 然后去 我觉得有很多其实是跟风 对很多风 对对 就是看他涨的 然后想要赶紧还搭上这一班猎势上去 然后我们现在也算其中之一吧 对 那我们现在也入了也算是个高点吧 对的 我不管是高点还是低点都一样投资自己本身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这么的去做 对的 然后 呃 讲完这个呢 就是我们待会把这个的 这个复笔式的那个放在笔下 就是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更多他的一些信息吧 对的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下我们自己所购入的 呃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我们也没什么太多能讲的 因为毕竟就两天前才才才才才才拿到的 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呃 一起购入的NFT 就是我们的Azuki 嗯 我们也会常常使用它的 对 估计也是会长期使用它的 然后呃 在这 讲完这个 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买Azuki 对 对 没有买Azuki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把钱投入了这个叫做 on1 force的项目 如果在NFT里面大家都知道 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on1或者是ONI 是什么 呃 这个project其实当时出的时候也是炒到了10亿泰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floor是0.57 对 他也他其实出的很早 去年的时候出的 对 然后我们是在大概一亿泰floor的时候进的 然后他之所以为什么 其实大家也看到他也是做这种二次元 二次元2D的这种 呃 对 他基本上就是团队有人跑了 然后然后然后就整个就垮了 所以我们之所以没有开始第一时间购买Azuki 也是因为觉得这个二次元的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因为最主要on1也是这个一个元老吧 对 元老的样子 然后我们觉得那还不如现在以这个合适价格去 先入on1 当时on1还没有太还没有那么多就是不好的消息 结果直到我们买了之后过的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才出来的 对 好 那讲完这个呢 呃 还有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discord创 创建出来了 然后我们也会把discord放在底下 耶 呃 就是所谓的大家想要的聊天室 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进来 然后然后读一下我们 对 呃 我滑到我们discord页面 对 然后这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discord 然后呃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是想要创造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一个环境 对的 然后 然后这样呢就可以看到 嗯 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进来聊天室 然后我们也会常常在那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看法 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项目 然后然后然后让我们去 我们就在这台科码里面见 好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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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